香港所有中學首次收到教育局的通知 要求在10月8日學校復課的第一天 在上午11點前 要向分區主任報告戴口罩學生人數 以及是否有靜座人鏈等等活動 此舉在香港引起了強烈反應 被批評是製造白色恐怖 觀行一所學校的中學生就是這樣 從一個學生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為什麽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 這名中學生表示從一個學生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為什麽他們作為普通人生病 是戴口罩也不可以 如果他們是學生 這是一個私人的地方 為什麽戴口罩是不可以 表達訴求不可以 他和很多人都是一樣擔心 這個蒙面法只不過是推動緊急法之前的前奏 而另一位學生Rachel也認為 這是不合理的做法 他說現時白色恐怖在香港的確是存在 現在其實很多人在周末的時間都不會出外 他說因為很多人在周末都不會出外礦街 商舖很早就已經關門 他們普通市民生活不能夠好像平常一樣 不過他就覺得蒙面法不會對香港民眾反抗政府的決心 產生任何作用 他表示他們仍然會繼續爭取自由 他們不可能因為這樣的禁蒙面法而後退 關於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推出禁蒙面法 前香港總督彭定康接受英國天空電視台採訪時 表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應該是瘋狂 才會在沒有受到壓力的情況下 自行作出這項決定 根據報導 香港多間學校對於上部戴口罩學生人數表示反對 有校長是拒絕上部的人數 並且批評這個是給予了學校添亂 香港教育局表示 此舉只是為評估學生的整體學習情況 並非政治試壓 對於外國旅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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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 對於外國旅行之間 平民的前迷�